大學聯招下個月12日放榜 港大近年取錄的少數族裔學生有上升趨勢 部分學校亦都比較受歡迎 港大過去五年,每年經大學聯招 平均取錄大概70個本地非華語校生 人數是各院校之冠 巴基斯坦裔的簡同學 就是透過大學聯招入讀港大護理學系 現在正在讀三年級 他說校園國際化有助學生融入 課程安排亦幫助他們克服語言障礙 納志做護士的他又希望 日後能夠成為非華語病人 和醫護之間的溝通橋樑 小數族裔的家人真的說不到英文 如果是廣東話就真的很難 輸血的話,有些人真的有些 strict regulation 可能說我不可以這麼隨便輸血 港大說近兩年,護理學系取錄的 少數族裔學生有上升趨勢 同樣受少數族裔歡迎的 還有工程和文理學系等等 就讀文理學系一年級的古同學 是巴基斯坦裔 說過往曾經目睹有同學被老師標籤 曾經想過放棄學習 但是得到很多機會和幫助 他希望將來能夠回歸社會 無線電視記者 澤瑞文報道 周圍 周圍 周圍